欢迎大家书亲,请我为你读首诗 天津沈阳道的旅馆 今年2017年7月31日 天津沈阳道里的中华旅馆 和天津散了在各处的洋楼 都有一种珍藏不露的神秘 我曾经在不同的季节来到沈阳道 买过一个海鸥双反,一个东方牌相机 还有一个手风琴和一个假石头眼镜 每一次都会路过中华旅馆 每一次那里都是铁门紧锁 透过秀气斑斑的铁门 看到爬满珠珠网的玻璃窗上 结上厚厚的封城 曾经的过往,一个世纪的臣服 或许停留在一个个如今大门紧锁的阁楼里 没有人再去理会它的过往 我曾经以为霍元甲会住过此处 而且会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洋人住过 红卫兵在这里设过阁委会 也许会有文物贩子 将一件件古迹在中华旅馆的地毯上清点 却被城管司法赶出来 出售甚至飘洋过海 我依然没有缘分和他们谋面 它和千金寺散落在各处的洋楼一样 神秘而又寄落 像太平洋还以沉默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一样 沈阳道和中华旅馆 像是快要入土的一对老人 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 而今的沈阳道的文物贩子手里 都是破烂不堪的回忆 各种各样的仿真同气和胡草木手链 透露出他奄奄奄奄的命运